精致的马祖雕塑鲜艳显眼 这就是即将出现在大昌岛的大昌马祖迷你版本 大昌马祖计划早已宣布启动 但在2015年被函停工 目前已经将头部和身体的某些部分建造出来 这尊铜像除了金色的眼睛 身体全是暗灰色 线条细腻 面貌细精 人只要站在大昌木铜像前 就可以见识到雕塑完工时期的亮刚 现在赖峰尾上升之后 要重新要把这个马祖再立起来 大昌马祖同享是前任县长王甘发任内所计划的 神像高度46公尺 基座20公尺 66公尺 可称是全世界最高 预计在白沙大昌岛上登场 但由于总经费5.5亿 需要自筹 让全案受到地方不小的反对声浪 因此停工 今年彭湖县长赖峰伟宣布大昌马祖重启 将照原案进行 续建总经费2.5亿 比原本预计的少一半 同时为了达到最低成本 最大效益 在推荐评估百支地点时 始终还是成了白沙大昌岛 而随着马祖计划 县府也将限制 每日登岛人数 目前3000人会限制到1000人 他们只要政府愿意跟王县长当时承诺要做的话 那他们还是愿意去做 然而大昌马祖从头到尾都是一句荒唐句 前媒到位也没做还评 预期的效应也随根评估 澎湖人绝不希望马祖 落落在外地 也因此欢迎马祖神像 建在大昌上 大昌马祖从2011年开工 2015年停工 现在又要重启 多年来在这地方 一直讨论要不要做 看来这真是一波多折的过程 记者林医生江以安 澎湖报道